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留学美国》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美国留学的心理健康资源、支持与服务 2.留学生的职业规划工作坊、策略与资源 3.美国大学的学术诚信、规则与案例分析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美国留学的心理健康资源、支持与服务 当然,美国留学不仅是一场智力的马拉松 更是一次心理素质的铁人三项 学生们在追逐学术梦想的同时 也可能遇到各种心理挑战 比如文化冲击、孤独改、压力山大等 幸运的是,美国的高校通常对学生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视 提供了一系列的支持与服务 下面,就让我们以一种专业又不失幽默的方式 探索这些资源 首先,我们有心理健康紧急救援队 也就是校园心理咨询中心 这里的心理专家比披萨外卖还要快速响应 他们随时准备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 想象一下,你的心情就像是一团乱麻 而这些专家就像是耐心的老奶奶 帮你一丝一丝的理顺 然后是压力缓解小分队 各种工作方和讲座 这些活动就像是心理健康的健身房 教你如何锻炼抗压能力 提升情绪力量 你可以学习时间管理 放松技巧 甚至是如何通过冥想与瑜伽 来平衡你的内心世界 别忘了四角朋友支援团 宠物疗法 是的,你没听错 有些学校会定期带来训练有素的疗愈权 让学生们抚摸它们 以此来减轻压力 这种方法简直是天才 因为谁能抵抗一只咬尾巴的小狗呢 此外,还有数字守护神 在线资源和应用程序 这些高科技的小帮手 就像是你口袋里的心理顾问 随时随地为你提供支持 无论是通过在线聊天 自助工具包 还是通过追踪你的情绪变化 他们都能帮你保持心理健康 最后,我们有文化交流大使 国际学生办公室 这里的工作人员了解你面临的特殊挑战 他们可以帮你适应新环境 甚至组织一些文化交流活动 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 当然,这些资源都是免费的 或者说是包含在你昂贵的学费里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名在美国留学的学生 记得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毕竟,保持心理健康 才能让你的学术之路更加顺畅 而且,谁不想在 紧张的学习之余 和一只可爱的疗愈犬玩耍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留学生的职业规划工作坊 策略与资源 各位未来的全球公民 世界的探险家 以及可能的跨国企业 CEO们 欢迎来到我们这次的留学生的 职业规划工作坊 策略与资源 我是你们的导师 同时也是过来人 一个在学术界摸爬滚打多年 见证了无数留学生 从青涩到成熟的老教授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策略 留学生的职业规划 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冒险旅行 你需要一张地图 职业规划 一个指南针 目标定位 还有一副好眼镜 洞察行业趋势 你的地图上应该标明 几个重要的里程碑 学业完成的时间点 实习经历 社交网络建设 以及可能的工作机会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你知道留学生在职业规划时 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吗? 那就是把Networking 建立人脉 误解为Notworking 不工作 记住 虽然社交对职业发展至关重要 但它绝不是懒散的借口 接下来是资源 作为留学生 你们有着独特的优势 你们可以访问学校的职业中心 那里有专业的顾问 可以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 此外,还有各种职业博览会 校友网络,以及行业讲座等资源 记得,资源就像是你的职业 冒险中的各种装备 不去使用它们 就好比是带着剑去斗笼 却忘了拔出来 有趣的故事 哦,我有很多 比如,我曾经指导过一位留学生 他在一次职业博览会上 与一家公司的代表聊得非常投机 结果,他们聊得太起劲 以至于忘了交换联系方式 幸运的是 这位留学生后来通过一系列侦探班的调查 也就是Google和LinkedIn的深度使用 最终找到了那位代表 并成功获得了实习机会 所以,当你觉得自己像是在玩侦探游戏时 可能就是你职业规划中最精彩的部分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 留学生的职业规划是一场马拉松 而不是短跑 你需要耐心 策略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这场冒险吧 记得每一步都可能是通往成功的关键 而我将在这里为你们加油 指路 直到你们各自成为你们职业道路上的英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大学的学术诚信 规则与案例分析 当然,美国大学的学术诚信问题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再探讨它时加入一点幽默 首先,让我们来定义一下学术诚信 简单来说,它就像是学术界的实界 只不过比实界多得多 而且没有那么多雷声 学术诚信的核心原则包括不抄袭 不作弊 不篡改数据和不飘窃 换句话说 就是要做一个诚实的学术公民 而不是一个学术界的海盗 现在,让我们来看几个案例 一,抄袭 这是学术不成性的经典案例 想象一下 有个学生把整段维基百科的内容 复制粘贴到他的论文里 然后还自信满满地认为 老师不会上网查 这就像是在赌博时 把所有筹码都压在老师不会用谷歌的那一个 结果往往是 老师一搜 学生的学术生涯 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 悲壮地沉默了 二,作弊 考试时 偷看同学的答案 或者更高级一点 把答案写在手心上 这些学生可能认为自己是间谍电影的主角 能够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完成任务 但大多数时候 他们被抓到后的表情 就像是被告知他们的间谍身份 被取消了一样 三,篡改数据 这是那些想要实验结果 完美无瑕的学生 可能会做的事情 他们可能会想 如果我把这个异常 数据点去掉 我的图表看起来就像是莫扎特的交响乐 一样和谐 但当被抓到时 他们的音乐生涯 就会变成一场无伴奏的独唱 四,剽窃 这是指将别人的想法 发现或者作品 当作自己的来呈现 有些学生可能会认为 只要改变几个单词 就能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变成我的相对论 但当他们被问到 一等于MC平方是什么时 他们的回答 可能会让爱因斯坦 在坟墓里翻白眼 总之 学术诚信是美国大学文化的基石 虽然违反学术诚信的行为 可能会带来意识的便利 但最终的代价是巨大的 学术界不是没有幽默感 但在学术诚信这件事上 我们是认真的 所以 亲爱的学生们 请记住 在学术的道路上 诚实是最好的护身符 而不是那些狡猾的小把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留学生的家庭关系维护 跨国沟通技巧 各位亲爱的全球漂泊者 远离故土的学术探险家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如何在留学期间 维护好与家人的关系 特别是在跨国沟通时 这不仅是一门艺术 更是一种科学 当然 偶尔也是一场闹剧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留学生的家庭关系维护 有时候 比维特鲁威的桥梁设计 还要复杂 你得在时差 文化差异 考试周和家庭期望之间 找到一条稳固的通道 让我们从时差说起 时差 这个让人爱恨交加的自然现象 它可以让你在家人的 午餐时间打个招呼 结果却打断了 自己的梦中情人 解决方案 使用世界时钟功能 或者更高级一点 设置一个家庭时区的闹钟 这样 你就可以在家人的醒着的时候 给他们一个惊喜电话 而不是一个惊吓 接下来是文化差异 你在国外可能已经习惯了 每天咖啡 三明治 和自由的生活节奏 但你的家人 可能还在期待你能回家 吃一顿传统的家常菜 在这里 你需要成为一名 跨文化交流的大使 向家人解释 你的新生活 同时也要倾听 他们的生活状态 记得 每次通话时 不妨分享一些 当地的趣闻意识 让他们感觉虽然你身在他乡 但心却和他们紧紧相连 然后是考试周 这个让无数留学生恐慌的时期 家人可能不理解你 为什么一个月没和他们联系 但你知道 那是因为 你正与教授们的期末考试 进行一场智力上的较量 在这个时候 提前通知是关键 告诉家人 你即将进入一个 不可打扰的学习黑洞 但你会在重现人间后 第一时间联系他们 最后我们来谈谈家庭期望 这可能是最难的部分 因为它涉及到情感 责任和未来的规划 家人可能希望 你成为下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而你可能 只想在校园里 过上平静的学生生活 在这里 沟通的艺术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你需要耐心地 解释你的目标和梦想 并且尊重他们的期望 有时候 一场家庭会议 比一场学术会议还要紧张 但记住最终目标是达成一种理解和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 不妨加入一点幽默 比如你可以告诉家人 你已经学会了 如何用当地语言订披萨 或者你如何在图书馆迷路 这些小故事会让你们的关系 更加亲密 同时也能让家人放心 知道你在国外 也能找到快乐 总之 留学生的家庭关系维护 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霸鲫舞 需要技巧 耐心和一点点创意 通过有效的跨国沟通 你不仅能保持 与家人的紧密联系 还能让这段经历 成为你们共同的宝贵记忆 记住 无论你身在何处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留学的社交媒体运用 建立在线影响力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话题 首先 让我们设想一下 你是一位愁出满志的留学生 刚刚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准备在这片充满机遇的乐土上 开启你的学术和社交征程 你的目标 不仅是获得知识 还想在社交媒体上 建立起自己的品牌 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 在线人物 听起来很酷 不是吗 但是 这并不是一件 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 让我们来看看 如何巧妙地运用社交媒体 来达成这个目标 首先 你需要选择正确的平台 Instagram是展示 你在校园里精彩生活的完美场所 你可以发布那些 充满活力的校园活动照片 或者是你在图书馆 认真学习的样子 当然 要确保你的书是正面朝上的 这样看起来 你才像是真的在读它们 LinkedIn 则是展示你的专业形象 和建立职业网络的理想之地 记得在那里 分享你的学术成就和实习经历 但别忘了 偶尔展示一下 你的人际交往能力 比如参加的某个行业聚会的照片 这样可以让人觉得 你不仅聪明 还很有人缘 接下来 让我们谈谈内容的重要性 你的帖子应该是有趣的 但同时也要有价值 试着在Twitter上 发表一些 关于你学习领域的见解 或者在YouTube上 发布一些教程视频 这样你不仅能展示你的专业知识 还能帮助别人 这是建立在线影响力的重要一步 当然 别忘了使用那些让你的帖子 更容易被找到的热门话题标签 但请不要滥用它们 否则 你可能会看起来像是一个绝望的话题 标签搜集者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互动 社交媒体不是单向街 你需要与你的追随者互动 当有人评论你的帖子时 不要只是简单地点的赞 试着回复一些机制或有见地的评论 这样可以展示你的个性 并且让你的追随者感觉到他们的参与 是被重视的 记得 每个人都喜欢被听到 即使是在无边无际的数字世界中 最后 不要忘了保持一致性 你不能只是在感觉良好的时候 发布内容 然后消失几周 你需要定期发布 建立起人们对你内容的期待 但同时 也不要过度发布 否则 你可能会让你的追随者感到厌烦 找到一个平衡点 就像在自助餐厅一样 你既要尝试各种美食 又要确保不会吃得太撑 总之 美国留学的社交媒体运用 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舞会 你需要有策略地选择你的舞伴 平台 精心编排你的舞步 内容 注意与其他舞者的互动 互动 并且保持你的节奏 一致性 这样 你就能在这个数字化的舞池中 优雅地旋转 成为一个真正的在线影响者 祝你好运 不要忘了享受这场舞会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美国留学的一些心理健康 职业规划 学术诚信 家庭关系 和社交媒体运用等方面的话题 留学生活 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旅程 但同时也是一场冒险 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 利用各种支持和服务来 帮助我们度过困难时刻 同时 我们需要制定职业规划策略 利用各种资源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忘记 与家人保持良好的关系 并利用社交媒体 建立自己的线上影响力 在这些话题中 我们以幽默的方式探讨了一些案例和技巧 我们谈到了心理健康急救队 压力缓解小分队 宠物疗法 线上资源和应用程式等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工具 我们还谈到了职业规划中的策略和资源 并分享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和技巧 我们讨论了学术诚信的重要性 并以幽默的方式谈到了抄袭 作弊 篡改数据和剽窃等问题 最后 我们谈到了如何在留学期间 与家人保持良好的关系 并以幽默的方式 分享一些跨国沟通的技巧 这些话题都是留学生活中的重要问题 它们涉及到我们的心理健康 职业发展 学术道德和家庭关系等方面 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需要克服困难 寻找支持和利用资源 同时 我们也需要保持幽默 享受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话题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有什么问题或经验可以分享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